找屏找屏走过路过看一看 瞧一瞧公子无上线 不保住不保持 无责任无尽心 先到先的名额仅剩两个了 嗯哼 公子无上线 只要进了这家公司 那我不就是可以发达了 老板老板我要报名 嗯好嘞 面试成功 你被录取了 名额仅剩一个想赚钱的人 可别错过机会了 诶 那不是小老弟吗 名额仅剩一个 想赚钱的人可别错过机会了 得嘞 我小某人也去面试看看 老板我也要报名 嗯好嘞 面试成功 你被录取了 现在人造型了 快上车吧 发车 目的地已经到达 快跟我来 小胖子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皮皮层 以后就好好帮我赚钱 皮皮怎么是你 不过帮你赚钱也不是不行 你说的公子无上线 我能拿多少钱 嗯 你能赚多少你就有多少呗 反正我这里不包吃不包住 不照样无底星 你帮我干一天活 我就包你一日一餐 喂 皮皮你也太空了 不仅没工资 还只包一张 小弟我们回去 姐姐嘴上说回去容易 但是买车票才能回去啊 忘记告诉你们 我也不买回程车票 想回去就自己赚钱买车票 买就买回去的车票 我小某的还是买得起的 老板给我来两张车票 我这一车会加60克星铜石 60克星铜石 这么贵你抢啊 哎呦 忘记告诉你 这车站也是我开的 我把票价盯得那么贵 就是不让你们离开 想离开就乖乖乖乖打哭吧 做个四五年 应该够钱买车票吧 可恶 早知道就不上你的贼车了 小弟走 我们去找别的方法赚钱去 赚了一圈 总算找到打工的地方了 这么多工作要选哪个好呢 姐姐学卖粮的 卖东西多轻松 哦 好像有点道理 那就学卖粮了 老板我来上班了 请问有什么粮食要卖呢 我这里卖的是狗粮 一个两块原料就在旁边 哦 行 那老板我去干活了 先看看有多少原料 怎么都是干这些棒呢 姐姐我这边有一箱子的 都是蟹棒 只要把他们做成狗粮 我们就恭喜买车票了 小弟我负责调配原料 你负责把他们考试怎么样 什么 我都打不好了 那两姐弟去把别人卖狗粮了 如果不就是他们那么 他们三年内就能赚够钱了 不把我打工 最后一场离开 我这就带旺财去教训他们 旺财给我上 啊 买买买买买买 嘿嘿嘿 这狗粮不是给你吃的 快走开快走开 啊 嘿嘿 这就是不玩我打工的虾场 嗨嗨嗨嗨 啥 你会把我打工的